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不忘替中国疫苗大外宣 只要台湾同胞来大陆都可以打的 所以非常好 春晚上张韶涵也现身和李荣浩 甜蜜合唱 作为统战第一样板 腔调上当然不能露线 所以我还挺开心的 可以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我每一次都觉得春晚 肯定会搞一些大的东西 除了受访要自证腔圆 说话还得三句不离赞叹祖国 有无数的科学家的名字 化作为闪亮的这个星星在太空里 让我深刻的感觉到 就是祖国的强大 今年央视虎年春晚 改由首次登场的陈妍熙 做开场歌手 杨宗伟以及李立群也受邀表演 面对市场庞大的中国 艺人对岸掏金 但手拿人民币 喊话内容也变北京 让台湾民众看了物味杂陈 2022年我要更脚踏实地的走每一步 让我们像以往一样开开心心的生活着 三天新闻 陈思伟报道